只要跑步就能瘦 这些谎言你信了几个 关于跑步的谣言 你听过几个 信了几个 跑步瘦修 跑步粗腿 跑血越贵越好 这些流传甚广的跑步谎言 难免造成误区 是时候向这些跑步谎言发起反击了 谎言一 只要跑步就能瘦 想要通过跑步更有效的减肥瘦身 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跑者还要重加入适量的力量训练 增加体内的肌肉含量 提升基础代谢率 这样你在达到减肥目的的同时 还能获得更完美的身材 除了做力量训练外 跑者还应广注罪 控制食物热量的摄入 如果选择垃圾食物来填补饥饿感 就是本末倒置 所以 不管你跑了多远 多久 都不是跑者胡吃海赛的借口 谎言二 长时间 高强度的跑步才有效 对于普通跑者来说 简直是最主要的目的 只要你的心率达到简直有效心率 再以这个心率维持一段时间 就已经能实现简直目的 速度越快 反而脂肪参与少 达不到效果 公里数太远 速度要慢些 以保持均匀呼吸 这样不但能大量耗尽体内的糖源 而且要动用体内的脂肪 且由于慢速长跑步很剧烈 不会使机体过分缺氧 故有助于脂肪的消耗 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 谎言三 必须每天都跑步 一些嫖油想要靠累计公里数来实现减肥 结果越跑越长 最后却发现越来越胖 连续不断的跑步 却不给他修整的时间 只会伤害身体 过度训练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损伤 慢性疾病 以及过度疲劳 抵抗力胸降等等 给自己制定训练计划 是都应该包括休息日 以及两到三个低负荷的训练日 用来平衡高负荷训练日 就是给身体带来的压力 谎言四 跑步会让腿变粗 如果跑步会让腿变粗 那么 那些职业马拉松运动员早就成大象腿了 但事实上 他们比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腿都要细 腿粗是因为这防缠量高 腿细是因为这防缠量低 所以跑步可以 简直 只会让腿变细不会变粗 当然 有人会说跑步时主要靠腿部用力 肌肉自然就会发达了 其实慢跑不会增长腿部肌肉的 只会通过跑步消除腿部转肉 让肌肉变得紧致结实漂亮而已 要做让腿部纤细 还应多做好拉伸 谎言五 跑鞋越贵越好 越贵的跑鞋重量越轻 保护功能越好 跑者的成绩也会因此提高 英国牛卡素大学研究发现 价格与跑鞋品质并无太大关系 专家意见是 与其买一双最贵的跑鞋 倒不如花时间去选择一双 真正适合自己身体的 他们搜集了13.5万名消费者 对于跑鞋的评价 同时统计了这些鞋子的零售价格 调查人员惊讶地发现 鞋子的价格越高 评价反而越低 黄言六 空腹成跑减肥效果更好 早晨是血糖一天中筋低的时候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 最多能消耗体内医血更似的糖 但早晨空腹跑步减肥效果 好的想法却是错误的 很多跑者认为经过一夜身体 消耗糖分会减少 这时候跑步会让脂肪提前进入消耗状态 虽然经过一夜消耗 但糖分还属于充足状态 并没有因为糖的减少而调用脂肪功能 所以即便晨起空腹跑 也要尽可能地采用低强度长时间的慢跑或快走来进行 这样减肢效果才是最好的 黄炎七 出汗后要马上大量补水 大运动量跑步过后 身体各器官 系统需要得到休息 此时大量补水会给消化 血液回圈等系统造成负担 特别是给心脏造成影响 正确的补水方式应该是少量多次应用 黄炎八 跑步会让胸部更小 一些女性担心 跑步后会让胸部变小 跑步减肢是没错 但是减肢是全身性的 而作为胸部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脂肪组织的占比约有胸部体积的三分之二 当他们跑步减肢时 胸部的脂肪传量自然会减少一些 但是 其实胸部的大小取决于 遗传和青春期的发育情况 所以一般来说 跑步不会对胸部产生太大影响 文章来源 跑步吧